山寨探案十六 彭徐盈呼骨曾經有夢三 2002年7月10日和8月6日 光民生收到兩封署名彭宅的信 兩封信都沒有簽名的 操辭由軟變硬 由最初的彭特的來信 希望沒有把你嚇怕 希望與你面談 到第二封 如你不與我們聯絡見面 我們一定會把你與彭徐盈的關係公諸於世 那時請不要恨我 2003年7月 彭徐盈的細胞阿絲 寫信給方萬新的妹妹陳方安生 要求正視彭徐盈的死亡事件 2003年8月 方家透過姓范的律師 和彭徐盈的家人會面 阿絲將對話錄下了 內容是方萬新有很多女人 不能確定彭徐盈的家屬 和運水摸魚 律師說彭徐盈的家屬 人不懂法律 要求私底下商談 不要公開事件 律師問彭家要多少錢 事件最終未獲解決 2004年3月10日 提為山養死葬的信 寄待方萬新為於渣天山的家 信件是打字的信 只有兩頁大約400字 署名是彭徐盈的媽媽臨媒 至方萬新 生養死作 本人是彭徐盈的母親 本人感到非常失望 收不到你們的回覆 證明你方沒有盡視這件事 也輕視我方給你人發出的聲明及警告 以往我顧念你曾是彭徐盈所愛的人 所以一次又一次給你機會 為這件事作出補救的權利 可惜你多次沒有珍惜我給你的機會 既然你沒有顧念與彭徐盈十多年的感情 也沒有體會到失去女兒的母親的悲痛 因此這使我知道 是你們不願把這件事和和平平地解決 而不是我不給你機會 也提醒了我 不必再姑息你這種人 關於彭徐盈的死 本人認為你要為他的死 生養死葬負責任 所以今日我正式給你最後通牒 假若你還有一些良知 李方須於3月22日前與我無聯絡 表示李方誠意把彭徐盈的死這件事 私下和平解決 而我又會給你最後機會 但本人事先聲明 如我再收不到你們的回覆 或再回覆中看見 李方依然道出無謂的說話 目的只想把時間拖延 你的回覆便等同告訴我知 你不願意把這件事私下和平解決 而我方坦白告訴你們知道 我下一步指定會向各大傳媒 作出對你的控訴 及導致這件事圓圓本本的真相 橫盤楚營一個公道 相信各大傳媒和公眾人士 也會對此事感到興趣 另外方萬新請你謹記 如我最後真的作出這樣無法挽回的行動 都是李方不願意私下和平解決 而不是我們給大家的機會 如果你認為我們以上所講 只是說而不會做的話 最終你的錯誤想法 只會害了你自己 而你有沒有有藉口說 我方沒有事先提醒 臨媒 2004年3月13日 彭楚營的妹妹阿斯承認 生上死葬這封信是要代媽媽 寄給方萬新的 2004年8月8日 彭楚營的媽媽分別寫信給方萬新的媽媽 方兆論和包妹陳芳安生 碟明要求方萬新做的三件事 包括馬國寧委 阻上法事儀式 回購華德大廈案發單位 2005年 彭楚營的家人 求助連署 但沒有結果 後來遇上律師翁靜精 翁靜精將他們的個案 轉嫁立法會議員梁耀忠 6月14日 阿斯在梁耀忠培容之下 去到法官署申請法律援助 進行司法覆核 6月16日 彭楚營的家人 在梁耀忠培容之下 去到灣仔警察總部報案 表達四大懷疑 包括 唯有人被謀殺 有人誓言非法移動屍體 非法下葬 和破壞證物 妨礙司法公正 阿斯展示 彭楚營1992年到1993年的日記 這本日記只剩下6頁 日記有被撕毀的痕跡 警務處處長李明葵對事件很關注 警方說 當日負責調查西九龍總區重案組 將惡警隊高層為交報告 決定是否重新調查 刑事部總督察何世謙說 被聯絡當年有份調查案的警員 了解事件的始末 盡快將結果通知家屬 6月19日 梁耀忠去信曾蔭權 一個人截查案件 7、2日以權位 妨害司法公正 6月23日 西九龍總區重案組 接手調查這件案 6月29日 保安局局長李兆江 在立法會會議上 回覆議員提名當時說 警方已成立了三人小組 福檢 彭楚營死了四年多之後 才被發現的案件 當局很關注事件 承諾會確保警方秉公辦理 適當時會和公眾交代 李兆江不排除案件可能 會再進入司法程序 他強調沒有證據證明 任何人曾經試圖干涉案件 自由黨主席田北俊說 希望寫安庭可以公開當年 不開庭的原因 獨立議員鄭經漢認為 命案可能是 陳方安新的哥哥方萬新 他希望了解案發之後 當時身為特首董建華 政務司司長陳方安新 是否知情 要求政府交代警方調查時 有沒有受到干涉 李兆江回應說 現在沒有證據顯示 調查受到干預的 警方不每日犯案 是否知名人物而有分別 又組織罪案及三物會調查科 俗稱O記接手調查這宗案 7月5日 翠浩斌市場在楊桂財 與警方提供資料 內容涉及如何協助彭楚營 在西貢相思灣和華德大廈居住期間 渡過難關 交代早年在花萬新的司樓裏 與彭總人爭取那件事 7月6日早 彭氏姊妹向立法會申訴部求助 立法會申訴部主席李柱銘 在會前與家屬聲明 申訴部一向都是處理市民 對政府施政不滿 尤其刑事成份或司法程序申訴 一概都不受理 今次基於公眾和立法會議員的關注 才接見他們是很不尋常的了 案發當時的警務處處長喜奇安 已經退休很多年了 她說既然案件有過疑點 有新的證據重新調查都應該 7月14日 彭楚營的媽媽去灣仔警察大樓口供 高記開始接見案件有關人士包括 西九龍總區刑事總部總案組和 反黑組探員 方萬三和多個曾經和彭楚營有關密切的男人 7月15日 警隊高層認為 施提文當年向死因庭提議 不需要自我死因言訊 做法不明智令人質疑背後有原因 7月15日 O記處理總警司蘇錦成 首次當面向家屬證實 華律大廈發現的鞋骨 鞋骨、頭部、牙齒和彭楚營是吻合的 百分百確定死者就是彭楚營 9月12日 O記懲交報告 檢查所得和2001年的報告 是沒有矛盾的地方 審刑裁判官陳慶偉 審閱2000年和這份調查報告後 認為彭楚營的死是沒有疑點 展開審刑言訊 會暴露死者私生活 包括濫用藥物、試賭、藍交、有自殺傾向 感情交替複雜、爭下賭債、身體狀況等 召開言訊最終裁決都是死因不明 10月初司法機構寫上被殘腿的家屬 表明不會就此案召開死因寧訊 10月9日彭楚家人向法援署申請法援 行出司法覆核要求召開死因言訊 11月11日新聞律政司司長王仁倫 向嚴重法庭申請言訊盤醜刑的死因 方萬新強調 寫裁判官兩次反對召開死因庭 橫龍這次做法是挑戰法庭威信 方萬新說事件明顯是政治迫害 立法會議員劉慧卿早前高調和傳媒說 事件牽涉陳方安新的哥哥 有黃真角色就要召開死因庭 方萬新說是受陳方安新盛名所履 香港大學法醫病理科醫生馬孫立說 現在的發現技術比以前進步好多 如果鞋骨未火化 重新發現骨隔頭髮或新發現 不過鞋骨已經火化了 骨灰是發現不到基因的 死因庭正在審視六年前的驗屍報告 已在案件中曾陌生的突破難度相當高 11月13日警務署署長李明齊說 簽證律政司司長王仁良的決定 強調警方兩道調查案件都沒有涉及刑事成份 所以就沒有建議召開死因庭 11月16日律政司正式入稟高等法院 是出申請下令召開死因言詢 與眾人是死因裁判官陳慶偉 公院將案件排期到11月30日 由法官下證民審理 11月30日下午2點半高等法院法官下證民 在判斥中說 根據死因條例 任何人士死於突然意外 暴力或存有疑點 就可以召開死因言詢 彭楚營的死存有很多疑問 律政司司長的申請恰當 下令要召開死因言詢 律政司刑事檢控專員江樂氏就說 案件中存有13項疑點 包括施政司在掃家垃圾桶旁邊的地上 頭就跌到垃圾桶入面 鞋骨的右手不記得兩截指骨 警方只是根據在單位中找到報紙 收據和銀行記錄等等 推電彭楚營在1995年年中在住所斃命 彭楚營生前和媽媽投訴 曾經收過和方曼生有關的法律文員的死亡恐嚇 身為彭楚營親密男友方曼生為單位業主 曾經因為單位漏水被投訴 請所長入屋 將睡房窗門關閉 但沒有發現彭楚營的鞋骨 江樂氏披露死因裁判官陳慶偉 兩度拒絕就彭楚營死因展開疑訊 是基於警方兩度調查之後 變為被人劫殺或被屬人殺害的機會好明 死者有可能死於過量使用藥物或癲解症發作 下證人法官應安樂事的申請下令有關言訊 不能再交給陳慶偉處理 一定要由沒有接觸過彭楚營檔案的裁判官主審 審言言訊最快可以在明年年初審理 戒時方曼生成為關鍵證人 這次審言言訊 多達49個證人出庭或用書面作供 證人名單中5個證人是彭楚營生前男友 排第一位就是方曼生 其次是1988年認識彭楚營的消防員 漢景輝 1993年認識彭楚營的的士司機許錫明 同年認識他的的士司機歐明氏 同年認識他的貨車司機薛炳熊 彭楚營生前有3個普通朋友被列為精人 3個人都是吸毒的 曾經到過事發單位開索的所長王英才 在華德大廈單位發現彭楚營鞋骨的楊桂財 和楊桂財同行的4個清潔工人都是證人 其他證人包括聚前到場的西九龍衝鋒隊 接手調查的西九龍重案組 去年重新展開調查的O記 西九龍衝鋒隊警長和警員 案件唯一的證物員 西九龍重案組探員張惠國 住在事物單位旁邊的農事一家五口 單位下備有鄰居 大廈法團主席兩個看監 證人名單包括醫生和發驗師多人 包括退休政府發驗師 事務服務主任 卻胡科學鑑證 各顏素零等等 其他證人包括夜總會顧客 彭楚營的中學校友 彭楚營前僱主即金融公司高級副總裁楊偉等等 寫在裁判庭或縮短聆訊時間 只會傳召大約三十個證公 不存在真的證人出庭 聆訊大約需時三個禮拜 律政司派高級政府律師紀禮萍出庭 她年輕時是美國小姐冠軍 以零明6年2月20日 寫在庭首日召開聆訊 65歲的彭楚營媽媽作文說 彭楚營死了之後 她曾經聯絡方曼生 要求交代彭楚營的死因 向她殺取連葬肺 方曼生只是派律師跟他們接觸 彭武就這樣說 和律師會面那陣受侮侮 律師說 你知不知人家在做什麼 你知不知陳方生家族一邊黑邊白 彭武就說不理解對方什麼意思 彭武說 彭楚營和方曼生同居之後 多次要求她和方曼生喝茶見面 她知道這不是方曼生的主意 只是彭楚營一廂情願 所以這麼多年來都沒有和方曼生見過面 1992年 彭楚營搬到西貢之後 兩個的感情開始轉淡 方曼生就沒有再定期支付生活費給彭楚營 彭武再次勸女兒離開方曼生 彭楚營跟她說 我跟了她十幾年 兒子都有幾個 武功都有勞 無論怎樣 她都沒有做太差 彭武解釋 彭楚營和方曼生一起的時候 曾經還過三次 方曼生每次都叫她墮胎 彭楚營三次墮胎之後 身體情況大不如前 但沒有察覺到她的身體和精神有什麼問題 彭楚營為了再次引方曼生的關注和戀愛 用重所有方法 甚至割物以死相欠 方曼生無動於衷 彭楚營的情緒極度低落 彭武否認她女兒有難用毒品的習慣 此一承認 彭楚營被方曼生冷落之後 要依賴安眠而是幫助入睡 彭楚營很多次去方曼生律師行 要求見她 被方曼生僱員楊貴才出言恐嚇和勾打 佈置臉部、背部、胸部和大腿等多處有瘀傷 四人停守了聆訊下午4點鐘 方曼生的媽媽 方兆論心臟病法 在聖保禄醫院病逝 2年92歲 3月3日 方曼生首次出庭作證 紀麗萍向方曼生出示彭楚營一本日記 日記曾經出現 老公、心愛你這些字眼 方曼生不認為日記內容是彭楚營的首筆 他們兩個人拍拖一會 即使方曼生生日彭楚營都不會說我愛你 紀麗萍 紀 質詢方曼生 方 紀 彭楚營之間失蹤你都不找他 方 我找個幾次敲門沒有人應我便走 紀 你是單位業主為何沒有鎖匙 方 你很秘密的搬入單位後換了鎖 紀 他失蹤三年有沒有交差響你不在家嗎 方 你說過跟加拿大籍男友結婚 他又去了外地 那你為何三年都不靠門進去自己單位 方 我答應過去給你免費住 住多久都可以 他餓過幾年可不可以回來住呢 你進去一會兒為何見不到房間的鞋骨 方 我聞不到臭味我又怕骯髒 方常最快速度關窗就離開了 根本沒有留意到 既 彭昌家人追尋他的下落 你為何一直不告訴他 方 彭昌是吩咐我 不要透露他的住址 如果早就說出來 就不用麻煩了 既 彭昌日記有幾頁私走了 是不是你私的 方 如果我做的 不如整碗拿走 怎麼私幾頁 代表彭昌的律師雍正正問問曼辛 你最一次和彭昌人性交是何時 方曼辛斬斬斬地說 我怎知道 我不會再在這方面說更多的事 彭昌英追問 你和彭昌人性交一會兒 有沒有安全到 方曼辛不曾經那麼突 有時有時沒有 彭昌英問 彭昌有幾次懷孕是你經手的 方曼辛說 沒有 他經常都說墮胎 為何想拿錢 有時像開玩笑 我從來沒有見他真是墮胎 他的經期每三位來一次 怎會容易有生生 那時兩個星期 他已經說要墮胎 3月6日 彭昌英出事 在土地註冊處找到的資料 發現在1989年至1991年期間 彭昌在名下 曾經有三棟為港島的物業 一棟為灣仔製菲道的物業 方曼辛在1988年 用40萬買入 半年之後用40萬賣給彭楚營 彭楚營透過方曼辛律師樓做案件 借貸45萬 方曼辛從中落格了5萬 彭昌英再說 彭楚營其後廣言大悟 在偵探公司 派收訴佬 向方曼辛追訴 方曼辛懶懶的說 即使是這樣 那又怎樣 彭昌英又說 方曼辛以彭楚營的名義 買入金龍大廈 提成大廈 家和園這三個物業 彭楚營先下三次 去銀行申請近300萬的案件 都是透過方曼辛的律師樓進行的 他和彭楚營的貿易關係很複雜 他說對方律師要保密有關資料 直指從來沒有欠過彭楚營的錢 雍正正質疑方曼辛在1988年到1995年年監 和彭楚營有多項財政糾紛 包括樓宇買賣、稅務問題、雙三別墅等等 根據警方記錄 在華德大廈案發單位中 發現一封由方曼辛律師樓簽法的僱用信件 列明彭楚營是律師樓的僱員 有一份稅局追收彭楚和新訪稅的法庭文件 方曼辛回應 許平和彭楚營做私人助理 絕對不是律師行的職員 我封信是按彭楚營要求贊寫的 給他申請外郵用的 彭楚營曾經住在雙思灣別墅近三年 仍然認為不如方曼辛所說是暫住體屋 可能涉及物業訴訟 方曼辛說 彭楚營那時沒有地方住 所以就出給我安排 沒有收入租金就給他住 雍直徵說 1994年雙思山別墅交給原屋業主 方曼辛迫彭楚營遷出 兩個人因而發生衝突 彭楚營當年在方曼辛律師樓 訂立過平安寺 在婚人鞋十日前 方曼辛課出的職員 將律師樓的文件全部消毀 其中包括那份平安寺 方曼辛說 彭楚營在1995年死亡 律師樓文件在1999年1號封球之後 被水浸過 所以簽名同意將所有文件消毀 雍正正問 彭楚營的平安寺 是否傳回方曼辛的律師行 方曼辛說 這個更加沒有關係 除非可以證明100萬美元的保障金 如果不是就沒有關係 雍正正質疑 方曼辛曾經涉及 600萬元的稅務問題 一人不滿意 行走在賣樓和稅務方面 造成滋擾 所以買空殺人 方曼辛反駁 但當然不是 方曼辛直指 雍正正是一個瘋婆 用機關槍不斷向她發爆 裁判官密建圖立刻喝止 再深警告 方曼辛不要再用不禮貌而辭作供 方曼辛強烈否認指號 說毫無理據 解釋她的確和彭楚營處理過案件的事 但沒有推薦彭楚營的任何錢 沒有從中得到什麼好處 四眼裁判官密建圖指出 由於代表彭楚營家人的律師 質疑方曼辛涉及彭楚營的死亡 是嚴重的指控 方曼辛可以考慮 是否找法律代表回答問題 決定將押後到明天早上再繼續 密建同頒令 方曼辛除了在庭上作供之外 不可以和其他人討論案件 否則被視為藐視法庭